華為在過去在中美貿易衝突當中 它其實已經被賦予太多的道德形象了 它好像是愛國主義的象徵 任正非以及華為的各個老闆 好像都是聖人一樣 好像在華為工作好像是進入了天堂一樣 我覺得這個事件把它那個道德形象 在國內就基本上打碎了 那麼把道德的這種形象 然後作為一種商業的推銷的手段 這一點恐怕是要遇到大的障礙 但是你要說它整個一個就毀掉了 我還不這樣看 這是有幾個理由 一個就是它的核心技術也是吹得很厲害的 那個G5技術還有什麼 還有的說法就是說它已經超越了G5 現在要上G6了 那麼這樣的技術它最後推廣 到底成效如何 如果成效好正如它吹的那個樣子 那麼它的形象是能夠維持下去的 如果說G5這些東西時時推不出來 而且推出來以後 它的效果還不如G4等等 那道德上和技術上 它就都會變成一個商業上的這個懲罰 那它的問題就大了 另外一個就是也取決於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 實際簽不下協議 而且這個鬥得還很激烈 中國政府還是要用這個華為 那它還是有用處 還是有能力